首先我不是曾恶毒,我是实在憋不住了,随着这两天事件一点点的出来新视频,我这才看懂事件的来龙去脉,说实话刚开始我是很反感奔驰商务车的,毕竟刚开始我也是被网红车的视频带了节奏,今天我给大家重新梳理一下,我就拿那个飞鸽视频来分析,首先飞鸽分析的很好,但是顺序错了,真正分析应该从时间发生之前的镜头来,首先我们先从高速的全景图来看,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,高速进口每个道都有双排车,而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,右侧车道甚至排车了,而正常的情况是两排符合交规,两排车按照交叉进入,下面来看车辆进入时的画面,根据网红车的视频可以看出,红旗车这时候变到右侧,紧跟前方红车,网友可能从这里就开始认为,红旗车到了右侧车到了,实际上红旗车只是变到到了右侧,但不是右侧进口的道路,为什么这么说,还是第一个图,一个进口两排车, 这时候红旗车只是紧跟左侧车道的第二排正常行驶,大家记住这个小红车,它很关键,画面我们可以看到,红色别克这时候又再次变到右侧紧跟XT5,而这时红旗车并没有选择跟它,原因是它这一排车是左侧进口第二排,选择不跟它没有任何问题,而此时的奔驰车就在网红车后面, 在刚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,这里面道路很窄,网红车没选择跟红旗车,而是正常执行跟在越野车后面,而正是这个时间段,奇亚车紧跟红旗,奔驰车紧跟奇亚,顺序没错,而让大家误解的镜头也恰恰是在这里,首先我们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出,前方路虎要变到左侧进口,后面的车紧跟其后,而这排车就是奔驰车所在的一排, 如果单从这个镜头看,还真是这排车加塞,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点,这排车本来就应该在左侧进口的,首先右侧进口此时已经排满两排车了,如果这排车往右进,才是真正的加塞,而他们为什么选择左转方向,这里面我们就要说下这个路长,关键就在这,左侧第二排车前方是路长,这时候它只能往左进入,还是第一张图,左侧就一排车,如果它选择往右,右侧就是加塞,而在左侧是符合交规的交叉并导形式, 大家也是在这里被迷惑奔驰车加塞的,而恰恰是因为路虎带头病倒,这时候第二排车,可能开得快奔驰商务车之前的所有车辆,一定有车辆没有按照交叉进行,造成第二排车辆中的奔驰车慢慢靠前,但是跟奔驰车没关系,为什么没关系,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出,奔驰车本来是在骑亚车后门的,而此时骑亚车已经跑在了越野车前方,奔驰车此时选择了交叉离让,从这个镜头看奔驰车一点问题没有,但是离让后, 就该自己前见了,可是网红车可能不懂交规,他就认为自己一直在越野车后方,所以他一直往前顶,一直顶,这就是为什么奔驰车很生气的原因,说出差那一分钟嘛,这句话奔驰说的一点毛病没有,因为自己不差一分钟礼让,但是网红车没礼让,何况按照交规就得这么交叉了, 而此时大家也能看出,前面的红色别克一直跟着XT5,这也就是符合了前面所说,别克当时变道不是右侧车道,而是变道两次右侧车道的右侧,也就是紧跟XT5的那一个车道最右侧的进口道,结合这些镜头大家也就看出来了,奔驰车从始至终就没变过道,一直紧跟红色奇亚车在左侧进口第二排车道上, 可惜由于前方路长,路护车不得不左转,于是后面所有车辆跟着左转并到左侧进口出车道,但是他们无论怎么转,他们都是左侧进口第二排是没有任何错误的,如果说加塞也是前方车辆加塞,而奔驰车却坚持交规选择交叉行驶,最后整体事件奔驰车行驶没有任何问题,网红车不懂交规是一定的,但是奔驰车砸车造成人家损失,所以受到处分也没任何问题,理性分析,不要盲目节奏, 奔驰车唯一错误是砸车了,所以受处分不亏,但是所有事情都有因果,第二条视频我会说下,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就 run away ? 怎么 их serbite paid for? 任何她是很面對的 麻烦 你一定让她的第一个单位... 没什么人看起来 她真的来着呆车受不了,走不走? 我走不走吧,糟了 躺了人 不惹不惹事 她太恶心了 这人 怎么这么急呀 你 您说几的啊 你说大渠道 啊 你们数大渠的啊 别下去了 我们是爱着路走的呀 我们是爱着路走的呀 本身就给这一颗绕了 别过 你看了你们多刀刀 前后能看一盆红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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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